接着回来贴春联,刚才小月老师讲的大家还记住了吗?贴春联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判断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对不对? 怎么判断呢?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呀是这声,下联的最后一个字呢是平声,因为上联要先把这些比较强烈的音给念完了,下联呢要用一个平缓的结束对不对? 那哪个是这声哪个是平声呀?三四声是这声,一二声是平声对不对?这下呀我们就拿出了给我一副对联,我就知道了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,然后我知道了上下联之后呢再给我横批,横批呢如果是从左往右写的,那么就左边贴上联,右边贴下联,如果是从右往左写的那就右边贴上联,左边贴下联对不对? 哎,这下大家知道了贴春联要怎么贴,我们来做个小实验,来回头看一看这样一副春联,大家看一看用刚才小月老师讲的办法,这副春联贴的对不对呀? 先来赶紧拿到一副春联,先来看一看这副春联的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,赶紧看一看,哎,先来看最后一个字,看这个联的最后一个字,这联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字呀? 我们来看,哎,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个字呢,是暖,暖活的暖,暖活的暖,暖是几声呀? 三声对不对?所以这个是字声,哎,字声,哎,这样不太清楚,哎,这个里边小月老师标一下,这个是三声,那我们来看这边,食与问花万数香,哎,不管前面了,我们看最后一个字,香,香香的香,几声呀? 香香是一声,对不对?所以这下知道,这个是平声,这个是泽声,对吧?那泽声是,最后一个字是泽声的什么联呀?上联,对吧?那最后一个字是平声的什么联呀?下联,对吧? 所以我们这下听了,这边是上联,这边是下联,那上下联一定要跟横梯方向一致,对不对?那横梯是哪个方向呀?横梯是从左往右读的,对不对? 因为是神州村小,哎,横梯是从左往右读的,那对联能不能这样贴呀?贴错了,对不对?那所以啊,上联应该贴左边,下联应该贴在右边,所以啊,这副对联贴反了,对不对? 应该啊,换一下这样贴,哎,左边是暖,右边是香,左边是上联,右边是下联,然后呢,分别跟横梯,哎,从左往右对应,哎,这下大家明白了吗? 这下真的终于掌握了,对吧? 所以啊,现在同学们可以先出去到自己家家门口,看一看,你们家门口去年贴的春年贴的对不对? 或者啊,如果这会儿快要贴,今年的春节了,赶紧问爸妈妈贴的对不对? 或者啊,赶紧自动,哎,毛髓自剑,来跟爸妈说,今年的春年由你来贴,千万不要贴反了。 还可以啊,告诉爸妈妈,你长了这个知识,对不对? 所以啊,我们这一下就知道春年怎么贴了,那我们来看几个历史上,哎,或者是啊,一直比较有名的,比较好的,比较精彩的对联春年。 春年欣赏,我们来看这副春年,春晚迎春,春不晚,元宵之夜,夜不眠,哎,这副春年哪好呀? 我们说中间两个字都连着,这样清甜的最顺耳,对不对? 我们来看他写的,对不对?上连,晚,哎,三声,三声是这声,年,二声,二声是平声,哎,刚好,上连是这声,下连是平声,跟我们刚才说对应,对吧? 所以啊,之后,小朋友们看到对联,都可以以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,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,接着呢,哎,这里面啊,还有元宵,春晚,春晚和元宵, 所以我们知道这副对联可能在春晚的晚会上出现,比较合适,对吧? 那这个对联可能贴在家门口都不太合适了,我们再来看这个,抱足两三声,人间是岁,梅花四五点,天下皆春,哎,这个好在哪了呢? 数字对应的特别好,对吧? 而且也是一节一节的对应的很好,然后岁和春也是这样的对应的,这个呢,就比较普遍了,这个啊,就可以挂在我们自己家的家房门前, 表示,哎,人间是岁,天下皆春,一种万物回春的这样一种景象,对吧? 还有呢,比如说呀,书画琴棋炎福寿,梅兰竹菊长精神,这个,哎,前面,前面是琴棋书画,后面啊,是梅兰竹菊, 我们说,这副,这副春年应该挂在哪儿比较合适,大家想一想,哎,跟琴棋书画梅兰竹菊有关的,哎,可能挂在大,呃,家里的大门口就不太合适了,挂在书房里,是不是比较合适呢? 挂在书房里面,或者呀,挂在书房的门口就比较合适,对不对? 所以呀,春年呢,具体要怎么放,放在哪儿也是有讲究的,那再看这个,大家看看,这副春年应该放在哪儿比较合适? 淡饭清茶有珍味,明窗静姬氏安居,哎,什么意思呀? 反正不管什么意思,我们看到了饭和茶,对吧? 饭和茶应该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呀? 不能放在书房啊,应该放在厨房,对吧? 所以呀,这副对联呢,可以放在厨房,哎,妈妈做饭的时候呀,可以看到这个,特别有心情,就比较开心的去做饭了,对吧? 所以呀,我们说,这些春年呢,摆放地方也是有讲究的,同时呢,他们都呀,是对的非常整齐的对联, 如果呢,每一个节奏都这么非常整齐,我们就说这副对联啊,对的特别功能,对的特别好,对吧? 那我们再来看几个,哎,聊一聊啊,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对联,我们说呀,对联是古代,哎,这些特别有文化的人,他们一种文字游戏,对吧? 因为他们要做一副对联,要脑子动那么多玩儿,不仅要想那些对应的字啊,还要想意思也要一致啊,还要想特别出台,还要想音调也要一致, 对的想好多,所以这可是废脑子的事,所以古代呀,其实有很多特别著名,特别有趣,或者是搞笑,特别是,或者是很精彩的对联,我们来看一看。 第二对联,跟西瓜有关,跟西瓜有关的对联,哎,这么平俗,哎,这么俗的东西,怎么能写出来他们哑的对联呢? 我们来看一看,哎,坐北向南,吃西瓜,皮朝东甩,思前想后读左转,夜往右翻,哎,这段话我们看首先是对应的非常整齐,对吧? 为什么呢?前面呢,说呀,坐北朝南,吃西瓜,你坐北朝南,哎,这边是上北下南,我们这样坐北朝南,吃西瓜的话,哎,往哪甩呀? 我们把东西可能呀,是往这边,右边甩,对吧?所以右边是东,哎,上北下南,左西又东,在古代呀,刚好反着,所以呀,坐北朝南,或者朝西吃西瓜,皮往东甩,或者是往这边甩,就是在甩西瓜皮,对吧? 所以呀,讲的非常可爱,那夏连呢,讲了一个翻书,跟甩西瓜皮对应,我们说呀,思前想后读左转,夜往右翻,思前想后读左转,哎,左转是一本书, 夜往右,右甩,哎,左右刚好相对,那下上连呢,这个西和东刚好相对,所以呀,这副对联好在哪呢? 它不仅呀,上下连这样对应,同时呢,上连是西东相对,下连呢,是左右相对,哎,每一个字呀,刚好就形成一个特别整齐的一个格局,哎,四四相对,都是对应着的,所以呀,我们才会觉得这样一副对联特别有趣,特别整齐,对吧? 所以呀,这也是非常,哎,智慧,非常聪明,才能写出这样的对联,对吧?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跟青山有关的,叫做呀,虫虫叠叠山,虫虫叠叠山清,青山虫叠叠叠重重,哎,小小都读不清了,我们再来读一遍,虫虫叠叠山清,青山叠叠重重, 弯弯曲曲地水,水地曲曲弯弯,哎,这段话好在哪儿了呀?大家可能已经看出来了,对吧? 哎,他这个上下连啊,上连重重叠叠山清,那后半部分呢,刚好是倒过来的,他倒过来读,青山叠叠重重,就是青山叠叠重重,对不对? 所以啊,他这个上下连把一句话给倒过来读,还是一句话,下连呢,也是这样对应着,哎,所以这时候我们感到啊,汉字真是太有魅力了,太精彩了,对不对? 两句话呀,这么着读也行,倒着读也行,而且连起来还行,上下还能这样对应,简直太精彩了,对不对? 哎,我们说啊,这些都是历史上一些很有名的对联,哎,比如说再来看这个,这个别看这么长,这是一个,这只是一个上连,我们再来看, 一夜孤中做了二三个骚客,启用四将五番,经过六餐五万,历尽八边九波,可叹十分来迟,哎,这个,这一连呢,我们看到这里面,一,二三,四五,六七,八九,十,哇,这一副对人,你把十个数字全给用上了,而且表现很完整的一个意思,哎,大家什么意思呀? 说一个人坐着一个小船,经历了两三个人,哎,坐,船上坐两三个人,后来呀,还用了四个将五个翻船,这样,然后经过六个摊,七个弯,后来呀,八点九波,最后呀,这是说十分来迟,哎,挑用了这个十分的十分的十,是吧? 那,这个里面短短一句话,用了十个数字,那他的另一连应该怎么对呢?我们来看他的另一连怎么对的 十年寒窗,进了九八家书院,抛雀七情六欲,哭读五金刺书,考了三三二次,今天一定要中,哎,这段话呀,刚好跟刚才的十相反了,我们来看, 刚才的一,这地方是十,哎,二三,这里是九八,四五,这是七六,这里六七,这里是五四,刚才的八九,这儿是三二,然后的十呀,这儿是一,哇,非常精彩,对不对? 刚好呀,这十个数字,一个是一到十,一个是十到一,刚好对应,而且保达呀,都是进京赶考的一个人,他的经历,对吧? 那小鱼老师,再来考大家刚才一个小知识,那这段话,哪个是上连,哪个是下连呀? 哎,看这段话意思明确,嗯,好像都可以,那我们说,哪个比较适合做上连呢? 看一看,最后一个字吧,最后一个字,哎,这个是重,对吧? 这是虽然是中国的重,但在这里面读重举,重奖的重,哎,那读这个音的话,它肯定是四声,四声是什么呀? 是四声吧,对吧?那上面呢,持,哎,持是一声,持是二声,持二声呢,是平声,所以呀,这个应该是下连,这个应该是上连,对吧? 那所以我们说,这个顺序可能放的反了,所以我们之后啊,看到对联,它上下可能放的顺序不一致,可能把下连放在上面,把上连放在下面,哎,上下位置并不是决定它是上下连的关键,关键点啊,还是在于,它的,哎,平色声,掌握平色声呢, 再次看见对联,你就明白这些所有的道理了